感动时刻客庄小旅行的单元继续探访屏东竹田 如果想要看看早年客庄的文化 可以来到李秀云摄影纪念馆走一趟 李秀云是客籍摄影师 53年开始摄影 风格以写实为主 点滴记录客庄 也成为研究客家很重要的一举 来到屏东竹田 当地人一定会推荐 要来李秀云先生摄影纪念馆走一走 这是台铁的旧仓库打造的 走进纪念馆就好像走进时光廊道 一张一张的旧照片 反映的是50到70年代的长明文化 那台 那台第一台 这是第一台 李秀云先生是台湾杰出的客籍摄影师 从小就对摄影有兴趣 但民国五十几年 这一台相机并不便宜 但在台塘工作的他 坚持要买下相机 用快门记录历史 相机很奢侈的东西 我知道了 好像六千三 他的薪水应该是四五个月 那个年代 其实流行的是美美的沙龙罩 但李秀云仍然以写实风格为主 照片的内容 有农耕生活 有家人情感 他用照片写日记 也为许多客家建筑 客家祭典留下珍贵的记录 相机它做形式方面 就把我们客家 路上生活 用相机把它记录下来 变成有价值 他用快门记录最真实的永恒 看着照片亦当年 照片背后的故事 触动很多人的心 我回到父母 每天以前 看来说 在目标 在目标 竹田火车站的货运服务所 现在变成池上一郎博士文库 外头是木造的建筑 而里头是一座迷你的日本图书馆 为的是纪念曾经在竹田担任军医的池上一郎 池上一郎当年在竹田一整 救人无数 图书馆成立之后 又捐了很多日文书籍给竹田乡 有味道的图书馆 吸引了很多背包客前来朝圣 来到竹田不但可以看到 李秀云爱上爱徒的摄影作品 也可以看到池上一郎爱上客庄的印记 旧仓库的一角 孩子的笑声缭绕 农家的盗浪翻飞 快门按下瞬间成永恒 东营之美也驻足 客庄寻找极光片语的感动时刻